今天的話是第八次上課 上個禮拜那個重點大概不外乎有幾個 比如說就是 關於那個像那個大樂透 就是樂透彩資料的排序 排序大概好幾種方法 你可以 按照抓到的順序 抓到哪一個就放在前面 或者是按照那個 他的名次 比如一二三四 方法很多 其中的話呢 我們想到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按照 他的名次 跟他放的位置 他的列數 剛好相差一 所以只要把什麼 把他的名次加一 就放在第幾列的意思 OK 所以Sales刮鬍前面那個就是第幾 那個K實際上就是他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 完成我們要讓他放在哪一個位置 這樣的一個需求 OK 所以 有時候程式 當然就是 他其實還蠻活的啦 所以很多地方 是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這個地方 上個禮拜有提到 所以你這部分假設 還不太清楚 你可以再看一下那個雲端白板 基本上雲端白板裡面呢 都有這個每一次的答案 包含就是說 像那個我剛剛提到那個 熱透彩 程式嘛 你可以把那個單元找出來 像剛剛提到這個部分 就在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方法一方法二 OK 在第五頁的地方 那當然呢 我是建議 就是說 這上面有程式嘛 我是允許各位 可以把它用 複製貼上 的方式 但至少你要知道 放哪裡 但貼完之後 記得一件事 還是要把它delete掉啦 一定還是要自己 重打過一遍 如果你 只是 會複製貼上 其實算也蠻厲害的了 至少會run OK 但是問題你總不可能說永遠都有別人寫好的程式給你用 如果有這麼好那當然你就可以不用 但問題是很多時候你工作 需要的程式 都必須要按照你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你去按照那個實際上狀況去寫出那樣的程式來 那理論上一定會有回圈嘛 因為你一定要重複某個範圍 有沒有然後一定會有邏輯判斷因為你要做什麼事你要判斷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寫來寫去一定會有sub 裡面一定會有for for的話就範圍 if的話呢就是 什麼樣的條件 那這兩行就是做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看起來 好像城市都長得不太一樣 但實際上做的事情很多 其實是有一些共通點 所以 我倒建議如果你要把城市學好 就是盡量抓到那個共通點 這樣的話你 寫起城市也就比較 好像不會那麼辛苦啦 不然的話 很多人覺得 會不喜歡寫城市 因為 好像有太多東西要記的 那主要 這個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該記的還是要記啦 但是如果你實在是 剛開始記不太起來沒關係 你可以 拿我的 這個城市當範本 改動一下 至少你要知道說哪些是必要的 固定的 那哪一些是可以變動的 如果你可以 把它稍微調整出你要的城市 那我相信 它的結果是 非常的有效率 那一件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那如果你 寫不出對應的城市的結果 就是你塗法煉鋼 塗法煉鋼變成說你永無止盡 永無止盡的一直重複同樣的事 比如說今天你排完下一次又不一樣 那你又再重新自己 用眼睛去看 那你小量資料 是可能也沒 小量資料 是也OK啦 因為小量資料說真的 是花一點 時間也OK 但問題是 這絕對只是 就是暫時的 如果你希望 你長遠希望在職場上面 能夠 工作比較有效率 然後呢 相對工作比較有成就感 也比較 輕鬆愜意的話 我是覺得 城市這些東西 應該是你躲不掉的 尤其是以目前 到未來 的這個 發展來看 資料量 用數位的 這種方式呈現 只會變多 不會變少 而且未來的城市 還不只是寫單單 城市自動化 這部分 未來還會加入AI 有沒有 就是 智慧化的部分 你要能夠有學習功能 比如說有些地方可能 他可以藉由一些 建一些模 然後讓他自動去學習判斷 所以有所謂的機器學習 或者是深度學習 的這樣的一個衍生 OK 也就讓城市變得 更聰明一點 但是 你要讓他聰明之前 你還是要寫出城市 所以有些AI的部分 當然他的基礎 還是在城市設計 OK 所以你城市寫不好 你要寫AI的城市 相對的 也是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就一環一環的 其實城市相扣 OK 所以 當然我這個課程是希望說盡可能的 不要帶給大家太大的壓力 盡量想出一些方法 是不是可以幫大家 一些忙 至少不要讓各位走冤忘路 這個是我 設計這個課程的初衷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 其實 算起來還蠻大方的 因為我所有東西 應該是毫無保留的 我 我上課錄影下來 不怕各位 反覆去聽 怕你不聽 怕你不學而已 第二個 我把城市都放在 雲端上面了 應該很好找吧 假如你覺得這還有什麼地方不足的 你再告訴我一下 OK 當然我覺得 我是站在一種同理心的角度啦 因為我覺得 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很愉快的學城市 OK 然後呢 進而 在工作上 有發揮 而且有成就感 你就會很喜歡 你就回不去 而且 因為你這樣的關係 應該會影響別人 你怎麼進步這麼快 對不對 自然而然 人家問你 你怎麼進步的 對不對 那你就跟他講 因為上了吳老師的課 OK 那也是一種 善的循環 OK 好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 底下這個 還有兩個方法 這個 這個方法比較簡單 因為 是把 他的名次加1 變成一個K 那底下這個是多一個 4i 4水 有沒有 是產生1到7號 底下這個相對 邏輯是比較複雜的 不過就僅供各位參考啦 然後再來的話 上個禮拜還提到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爬蟲 那我就舉了一個 簡單的範例叫大樂透 所以這個雲端上也有啦 在哪裡 在雲端第四個單元 這邊 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這個範例跟各位講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的資料 它是在網頁 而且網頁裡面特別是一個 表格 是Table 才可以抓 如果你今天像 雅虎股市 它是DIV的 它是一個區塊的 那用這個方法 就 不適用了 那你可能就要用 再用別的方法 那你想說 為什麼爬蟲這麼複雜 沒辦法 每個網頁都長不一樣 而且 每個設計師 想要設計的方法也不一樣 另外的話呢 每個網站 它要提供你資料的目的也不一樣 有的可能很大的方法 沒關係你隨便抓都OK 有的網站說 我給你看但是我不希望你抓 有沒有有些是 算是反爬蟲 所以它會用一些方法 不要讓你抓 為什麼因為你每個人都用 爬蟲來抓的話 那它主機呢 在這個 Loading會很重 Loading很重的話 那當然很容易 那個Server就會越跑越慢 對不對 然後很容易就掛掉了 或者是有入侵啊 安全的疑慮嘛 所以它有時候會用一些方法 Yahoo的股市 我覺得有點這種 味道 它本來是用table 然後呢 Excel裡面就是可以用這個程式去抓 但是後來 我在想說應該它也不生祈禱 一直被抓 因為Excel太方便 隨便抓就可以了 所以後來換個方法 你再也不能用 但是 是不是不能抓 其實還是可以啦 只是說呢 你就要用比較高段一點的那個 就是 VBA的寫法 那我自己比較習慣的寫法 就是說 你不讓我抓 那我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 比如我們 有瀏覽器 那微軟是本來叫IE啦 現在叫H啦 反正H其實裡面也是IE啦 OK 不管什麼 反正它這個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呼叫 這個瀏覽器 去連結到那個網頁 這怎麼樣 反正你一定可以讓我連到啦 連到之後呢 我把你網頁裡面的東西 什麼東西 抓回來就好 然後直接就放在我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OK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網站 反正你一定 可以讓我在瀏覽器看到 那你看得到我就抓得到 OK 只是說 用這個方法來做的難度 相對也就會越來越高啦 OK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 可以再找一些相關的書籍啦 不過訪天好像這方面講的蠻少的 那我是有很多是自己的實務經驗 自己抓的 經德啦 OK 然後 最近剛好有開一個課程啦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因為之後呢我再把它貼到那個 我們的論壇跟各位 如果你有興趣啦 那我這不是 業配啦 也不是制度 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開課只是說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分享一下 但是至於說會不會有來上課 這不是我很關心 即便沒有來上課對我來說 也沒有說很有影響 也會很希望說很多人來上課啦 可是如果 很多 就是說呢 人多人少 那反正我還是一樣 會把這個課程 這個做一些準備 所以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來看 另外好像有同學 講到那個POSE 有沒有 就是 其實網頁 這個 爬蟲的 真的 水很深啦 我一直強調 因為 這裡面喔 太多太多 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每個網站的設計師不一樣 所以設計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抓的方法也都不一樣 所以上個禮拜我補充一個啦 因為剛好同學 有提到對那個POSE 就是因為我們一般是用GET 那POSE的話 怎麼用 然後我有示範一下 不過其實真的 對一般同學來說是真的還蠻困難 有沒有 有沒有按右鍵 檢查有沒有 檢查完之後跳出來 那你還要切到Network 然後還要把原來的東西 底下先清掉 清掉之後再去跑那個按按鈕的動作 然後底下他就會跑出一些東西出來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去抓裡面的參數 那這一招 還蠻管用的喔 所以 未來如果要爬蟲 右邊這個檢查 勢必你要很熟悉 不過目前如果你不太熟悉 暫時 就先到這邊 大家知道一下 那如果細節 假設還是不太清楚的同學 也許 你就再把 上個禮拜的影片 自己稍微看一下 影片我想這邊呢 都有錄得蠻清楚的 像剛剛提到這個POSE 這個動作我甚至有把它 重要的部分還暫停一下 然後把它畫圈圈 用紅色筆畫一下 反正你就看一下 甚至如果你想 想要自己做筆記的話 你就把那個影片 然後暫停 甚至還可以截圖 自己再把筆記做一下 以後呢 就照著這樣操作 真的我覺得你應該可以省掉很多力氣啦 不然的話說真的你要自己學會這些東西 而且有些書有講 但是有些書講的就是 常常會這樣 他這個動作講了 但是 下一個動作呢 中間動作 他沒辦法用文字敘述講得很清楚 那你可能就漏掉 漏掉你也許就做不出來 OK 所以有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學東西 當然也還蠻喜歡用影片 所以有時候也會看其他老師的影片 那不過看來看去好像 國外的影片好像真的拍得相對比較好 國內的好像說真的 現在很願意 花時間錄比較好的影片的老師 好像相對沒有那麼多啦 OK 好那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就繼續來看 上個禮拜呢最後是講到有一個就是 人事考評的那個用View函數 去查詢的一個範例 那其實在 查詢資料裡面 我們很常用到View函數 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要查資料 其實 只會用View函數呢 你會發現 會有很多地方你無法查詢 我發現很多同學都很會用View函數 因為在職場上不會用View函數 真的你很多地方你是沒有辦法查 查對資料 但是 有很多地方 你用View函數還是行不通 查不到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View函數第一個限制 他只能夠查 正規化表格的第一欄 而且要正規化的喔 如果那個表格不是正規化的 很抱歉 沒辦法查 那怎麼辦 如果說 老師可是我想查資料但是 但是我又不能用View函數怎麼辦 那你就要想別的辦法 而且 在以Sale裡面又沒有對應的函數呢 哇那你這時候只能突發煉鋼了 那 所以接下來 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View函數辦不到的 那比如說哪一題喔 請各位待會幫我開啟 那個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範例 叫做所屬單位查詢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 是之前前幾期上課同學問的問題 因為他每天都要做很多這樣的資料比對 但是喔 他用View函數 比不出來 然後其實他也想不到其他的方法 於是問我 我就後來這問題蠻好的 我就說這個問題可以拿來給我當範例 他就很大方的 OK 而且還特地幫我設計了 一個題目喔 所以你們打開之後 可以看到 他其實還弄得還蠻清楚的 還甚至把答案先列在旁邊 給你參考 他的問題是說 這個 他要查這個人 到底在哪一個單位 可是哪一個單位 特別注意喔 這答案是G啦 他直接給你 那你想說怎麼查 其實高明明 你要查 這個是要查的資料 OK 在所屬單位 那 你要 被查詢的單位在前面這個 各單位人員 有沒有發現高明明在這裡 那他 就要找上面的這個 G單位 所以要把這個G單位 把它查回來 OK 所以呢 陳曉明一樣 陳曉明是哪個單位 陳曉明 陳曉明在哪裡 當然你如果用人工看 你要這樣看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陳曉明 在這裡 所以陳曉明是A單位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假如說你這邊的資料 他就是長 長這樣 其實說真的啦 這個其實資料不是正規化的 有沒有 正規化的資料應該是 排列的方式 因為這樣查說真的 你不能用必頓含數查 除非你要把它改個方向 改個方向 那被查的一定要放第一欄 所以你變成說 你可能要一個表格 第一欄是人民 第二欄才是單位 這樣他就可以查了 可是問題你要先把這邊 先整理出那個兩欄 才有辦法 但問題喔 天底下沒有什麼資料來源 都會自動幫你 長成你要的那個樣子 那 除非呢 要不就是你改這裡 有沒有 要不呢 你如果不改這裡 那你就改後面這裡 OK 當然啦 我們先以 改後面 有沒有 我們用查的 可是問題喔 你要用什麼函數 可以剛好 看到某一個 自動把他的第一列的資料帶回來 有這種函數嗎 可以想想看 其實喔 應該也是 用那個 Match 應該也是 可是Match 只是 某一欄 某一欄 那這麼多欄怎麼辦 OK 那你不可能說一直 那你可能要在Match 再加上一個正列 那跟各位講 那你倒不如寫VBA算了 如果你用Match 然後再加上正列 正列的話 Ctrl-Sew加Enter 那你倒不如 你就寫VBA算了 那VBA怎麼寫呢 其實 邏輯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這個範圍的所有儲存格 都抓過來 有沒有 每一個每一個 抓回來 那做什麼呢 比對一下 找到了 對不對喔 然後就幫我帶回他同一欄 第一列的資料 那就幫我放在那邊就可以了 那邏輯應該可以懂吧 所以喔 我們這個地方 就怎麼寫 我可以先 給他要查的 然後去哪邊查呢 For I 等於什麼呢 I就是列嘛 2到 8 然後For J等於 1到7 那這整個每一個資料 通通帶回來之後 比一下 跟那個高 都明明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 你再告訴我 他的同一列 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 同一欄的第一列 資料帶回來 那這怎麼寫 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幫我開啟 這個所屬單位 查詢這一集 並且思考一下 這個程式撰寫 的方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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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